掌握乌东巴赫姆特最新情势 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格金 在25号这天拍了一段影片 确实如同他之前所说 瓦格纳士兵要开始撤离巴赫姆特前线了 而且将会在6月1号把控制权 全面交给俄罗斯正规军 但普里格金也说 如果俄罗斯正规军无法控制局势 他的部队还是会返回 其实普里格金拍摄的位置 就是在红色恶控区这里 而斜线部分则是俄军进犯区 因此从这张图也能清楚看到 乌军还是持续在这个区域 跟俄军交战 火光闪烁接着 红龙巨响吓到拍摄民众 另一个视角看画面更震撼 这里是乌克兰城市 博德·杨斯克 会在扎布罗热俄军占领区 深夜遭到乌军飞弹袭 不到两周前才跟英国拿着暴风之引飞弹 疑似现在就派上用场 也为俄乌战场增加新变数 而在过去几个月 战况焦灼的巴赫姆特 上星期瓦格纳佣兵宣称成功占领 现在还真的拍影片 看到瓦格纳领袖普里格基指挥后撤 瓦格纳离开准备六月起交给俄罗斯正规军接手 普里格基还不忘再酸一次俄罗斯国防部以及俄军的无能 特别拍摄影片告诉大家 瓦格纳真的要离开巴赫姆特了 但除了这只画面 没有任何其他撤军证据 交战炮火的确变少 但根据乌克兰说法 还有乌军士兵在巴赫姆特里面与周遭作战 乌军夜战医院还是有巴赫姆特伤兵送来 明明还在打瓦格纳却离开让实力差异节的俄军接管 尤其俄军士兵还很低落 隶属俄军110独立步兵团的风暴突击队 战一排宣告投降 满肚子空水一次吐完 死伤惨重 还有人集体投降 俄军只好继续征召新兵 连智能的军校毕业生也可能得上战场 而本周攻击俄罗斯边境的反普清民兵承认 入侵两天后就撤退 目标不再占了多少村庄 就是抓准俄军人力和士气低潮期 让更多俄罗斯人知道战争现况 别再陷入克里姆林宫粉饰太平谎言 TVS新闻周博导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最新又语出惊人 他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启动转移 要在白俄境内部署战术核武 这可是克里姆林宫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首次在境外部署此类武器 这也代表核风险是正在升高当中 尤其白俄也具备伊斯坎德尔导弹 还有苏凯二手攻击机 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射 只是一旦部署在白俄战术核武 将更接近乌克兰 以及中东欧的北约成员国 前天夜里乌克兰首都基辅枪声大作 乌军兴奋极落俄军无人机 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 周五清晨俄军再度大空袭 乌军宣称拦截10枚飞弹于22架无人机 没有想到有漏网之余 击中地孽薄罗城一间诊所 至少造成一死15伤 俄军这个月发动了13波空袭 不过有一场攻击中 乌俄主客互换 这个月初无人机偷袭克里姆林沟 美国掌握机阵 幕后黑手可能就是乌军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intel say Intercepts show members of Ukraine's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bureaucracy speculating that Ukrainian special forces conducted the operation 美方研判排除俄军自导自演 而泽伦斯基知道多少人是谜团 耐人寻味的是 乌军马上公布另外一支影片 主观镜头下 无人艇冲向一艘战舰 地点就位在黑海的 博斯普鲁斯海峡 CNB队发现这艘 就是俄军的伊凡库尔斯侦察舰 遭到三艘无人艇攻击 此处距离乌国本土 至少300公里远 还传出当时疑似 有北约的侦察机 在附近提供勤资 俄军还公布疑似 无人艇遭到开火 几重爆炸的画面 宣称黑海舰队毫发无伤 袭击有没有成功 又成罗山门 但眼前还有更棘手的核武危机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到莫斯科 见普清 双方签订了战术核武协议 普清亲口告知 核弹头已经上路 送往白俄部署 俄国防长挑明 就是冲着西方而来 这将是自1991年 苏联解体30多年来 首度将核武部署 到俄罗斯本土之外 但控制权牢牢抓在 普清手里 不会转移给白俄罗斯 西方专家认为事太严重 仿佛当年古巴飞弹危机重演 美国严厉警告普清 不为言之不喻 白宫如此谨慎 这是因为近日美俄双方 差点擦枪走火 美军的B1B战略轰炸机 再度与普罗的海上空 跟俄军对峙 俄军宣称出动苏凯27 跟苏凯35拦截 尽好双方都没有招火 各自返航 这已经是本周第二起 空中摩擦 时机电很敏感 不仅是因为核武危机 世界上盾位最大的美军 福特号航舰首度出现在 大西洋彼岸 周三抵达挪威奥斯路 未来数天将跟北约国家舰队 远赴北极大规模军演 北约十一国正好也在爱沙尼亚 举行春季风暴年度军演 参演的法国空降部队 号称六个小时之内 就能部署两百名散兵到俄国边界 北约的F16战机也在立陶宛 升空巡逻陆海空 三军齐发用行动警告俄罗斯 北方再度约束乌军强调积极备战 绝非引战 TV险战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